一定会离开 爱别人 所以 而你的施情啊 不可太重 太重没有办法修行 情你没有听过吗 这个情就像一条绳子一样 爱和千尺浪啊 这个爱啊 就像这个浪一样 葡萄汹涌在作祟啊 你可以打开报纸 因为爱情 嫉妒而杀的 这个杀人的 很多 死于这个分外情的 分外情的太多了 而造成不幸的也是很多 所以我说啊 我们内心里面 应该用一直爱别离 意思就是 有一天 他总要离开我们 恶业要扫造一点 我们要扫造一点恶业 不要随便玩弄你了 也不要随便玩弄男人的感情 不要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长得很美的话 自己照镜子 自己欣赏 头上再几朵花 穿漂漂亮亮的 几张相片放在你的卧房里面 唉 真是太棒了 像观世影 顾影自灵 自己去那儿看 自己去那儿看 所以说啊 爱别离啊 内心有一个透视啊 总是好的 为什么 他不会让我们迷惑 不会让我们颠倒 愿真会 跟我们有仇事的人 我们不愿意跟他见面 他就常常去碰面 这是愿真会 愿真会 简单讲就是 焉家路仔啊 焉家路仔 所以我们说啊 忍者无敌 并不是说 你对人家好 人家就对你慈悲 没有这个道理 你对人家好 人家还是要让你死的 今天只要 众生对你有成见 谁对你有成见 你做最大的好事 他都千万把你抹黑掉 抹杀掉 你不相信吗 人哦 这个 病态是很严重的 他的男朋友开车载他 因为他太喜欢他的男朋友开的车车 对不对 他男朋友开的车车 拿个东西来 嗯 my love 把他抹下去 然后他先生闯 他的男朋友闯黄灯啊 别人巴巴巴巴 你死人还要死啊 对不对 很不公力 你知道 这样 咳咳 因为爱了他就有五公子 你知道吗 他这个男朋友自己不对 他一直骂别人 知道吗 好了 有一天啊 两个人吵架了 干起来了 两个人已经生三四个了 干起来了 然后就到法院去 哎呀 什么话都讲得出来了 你看 这个人有多大的矛盾啊 你说他不爱他丈夫 他为什么要嫁给他 他为什么要跟他生三四个 你说他爱他 他又为什么要跟他吵架 吵架到要离婚 当然离婚有很多理由啦 不为外人所知啊 所以这个验证会 不是冤家不计同 中国人讲的这个话 也实在是很有道理啊 所以这个验证会啊 你随时在夫妻间 你可以跨见得到 可以在这个黑道的 尤其黑道的 看得特别多 黑道的 对不对 是验证会 求不得 求不得 就是你所求的 希望得到的 你得不到 你越求也得不到 你希望生个儿子 而且生不到 而且全部生女儿 或者是你想联考考好一点 你没有 想赚多一点钱 投资下去 本来要写张涨停板 结果跌停板 血本无归 验的人 大家也去验人 什么人在验证件公司 有人说 我们这样说 我说 平时平淡平凡 就是最聪明的人 你不要以为你很聪明 到最后 都是死那些聪明的人 你要记住 师父一句话 用最笨的方法 就是最聪明的方法 这句话 你要给我老老的记住 用最笨的方法 就是最好的办法 你就说 师父啊 你看 你就叫同学这样 莫写啊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给他 这个发挥自己的生论题 我说 生论题不会比 古斯大德写的人好 东超 东超超 西超超 也不会比这个 超这个更好 没有用啊 你说我这个莫写 最笨吗 我告诉你 这个是最高了 最厉害的 三年以后 你就知道 我的作用 验证会 求不得 五音赤圣 五音就是色 受 想 行色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色身 这个色法 是四大所构成的 四大所构成的 而这个五音 五音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会遮盖 我们的本性 就像阴天 会遮盖了 会遮盖这个阳光 这个色 有直爱的 会让我们痛苦 有神经系统 受我们的感受 有烦恼 想 我们每天都胡思乱想 行 我们就是照业 是就是落入 第八意识的种子 所以说 色受 想 行 是 这五种东西 会让我们心神不定 痛苦万分 折磨自己 对生命 不了解的人 就是惩罚自己 煎熬自己 你给你自己痛苦 你什么 你要 你有勇气 来烦恼自己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 来接受这个事实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 来接受这个 残忍的事实呢 认命吧 没有叫你纳命 你怕什么呢 纳命来 那你就完了 你就认命吧 那这多自在啊 多解脱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 五音赤圣啊 就是这五种东西啊 因为这后面会讲得更清楚 讲表里面会讲得更清楚 我们看上面的苦苦 第一个苦是外苦 第二个苦是内在的苦 苦苦 内在的苦 加上外在的苦 苦上加苦 就是友情的身心啊 本来就是痛苦的 再加上这个刀杖 这些痛苦啊 找刀杖这些痛苦啊 那就更加的苦了 内在的病生 老病死的苦 再加上外在的刀兵啊 就更加的苦 所以说 苦苦 苦上加苦啊 这个叫做苦苦 身劳病死 五音赤圣 就内之内不敬啊 把笔拿起来 内不敬就是观身不敬啊 我们这个设身啊 不肯清净啊 这个大家都是知道啊 这个不必讲的 这个佛教讲的 就是这个臭皮囊啊 不过没有开悟的人 臭皮囊倒是很可爱啊 觉悟的人就发现了 九孔长流不敬啊 不清净啊 内之内不敬啊 死了后之后轮回不停 死了以后 又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轮回 所以说很苦 爱别离 愿真会求不得 外之外天灾人祸 简单讲 什么就是外之外天灾人祸呢 我们除了内在的不清净 死后要轮回 我们外面 三分地裂 火灾水灾啊 对不对 所以说 外面的灾难 是众生的共业所感 每个人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 转掉释迦族的贡业 灭亡的贡业 何况我们凡复 不是说一两个高深大的 稍微有一点修行 就可以转变 众生共义所感 这个不可能 这个绝对不可能 所以 如果人家告诉你 哪一个人有神通 都有修行 他是怎么样怎么样子的 我认为 真理是在人心 真理是在我们心 而我们必须依法 依法 像很多外道的 父佛外道的 就是大搞神通 谣言获重 所以你要是问我 慧露法师你会不会通 没有 我是十足的凡夫 你很有修行 没有 我一点修行都没有 我只是看几本书而已 我书是有看几本 如果我没有看书 我怎么教你们呢 我书是有看 我没有修行 我跟大家一样 甚至比大家更不如 我都当作 把你们当作是善知识 你们都是我的善知识 真的 我这句话不是谦虚 你们有你们了不起的一面 值得我学习的一面 所以说 我们学伙要有正知正见 不要说有天灾人祸 就叫来解运 就花多少个钱 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去做 但是却没有办法 一定可以改变 如果说我们一定可以改变这个业的话 那就是轻的 我们有办法 轻的 比如说你这个人脾气很坏 你到处树立敌人 我现在拜佛求忏悔 我改掉我的脾气 后来的人 跟你接触在一起的人 认为 你太不可思议了 你这个人改变太多了 人家对你的成见 本来要杀害你 就会宽恕你 如果你已经杀人了 放佛了 那没有办法 你就是逃得过法律 你也逃不过因果的 没有办法 一定要受果报的 这个逃不掉的 我去做 我也必须要遭受这个果报 所以我们对于天灾人祸 有共业 但是我们要尽力地去转它 去改变它 坏苦 把病拿起来 就是所生 这个乐境 坏的时候 所生的苦 就快乐的境界 现前 坏了 他所生的苦 叫做坏苦 意思就是 什么事情都会败坏 什么事情都是无常了 所以就是万法无常 万法无常 因此 你看平常人对你很好的人 一碰到你 受到逆境了 云青再次都来了 他明明知道 我是被人家影响而倒的 他不会管你那么多的 他来就是要钱 因为这个大家同心那么好 怎么会这样残忍呢 人心无常 你很有钱 他尊重你三分 你今天身败名裂了 惨不忍睹了 他哪几个有良心的 还给你扶持的 没有几个 所以 同学们 你认为你身旁的人 就是自己吗 你应该打一个问号 对不对 我讲这句话 是不是很现实 但事实很多就是这样 你认为你现在的好朋友 跟你谈心 谈心谈的两点三点 你认为是知己吗 真的吗 他也 不一定 不只当 他的习家人去给你扶他 押到台里就干了 对不对 所以厉害关系冲突 就显露出人的本性出来 钱最好啦 幸福 就是撒那生命 撒那就是一切有为法 千流三世 撒那撒那生命 没有安稳 就是幸福 幸福简单讲就是撒那生命 一坦子 就撒那生命 一秒钟 有一百个撒那 一刹那 有九百个生命 再讲一遍 一秒钟 有一百个刹那 有的人念 刹罗 一刹罗等于九百个生命 一秒等于一百乘以九百 一秒钟 一秒钟这样撒那之间的生命 九 可见人的心是靠不住的 佛告诉我们 不要相信自己 包括你也不了解你自己 因为你领不出一个偷袭出来 如果你了解你自己 你为什么不能控制你自己 你为什么到晚上两三点 你都睡不着 你既然了解你自己 控制你自己 你当然睡得很好 我们就是没办法了解自己 意识状态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我们无佛 一切法无佛 没有真正的自己 你的自己只是一个躯壳构成的 只是一些意识的观念 你累积的经验观念 充散在这个肉体而已 而你运用这些经验学问 去过活你 去糊口养活你自己 没有真正的自己 洗了以后一堆骨头 从物理学来讲 没有你自己 从化学的角度来讲 也没有你自己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 没有你自己 对不对 所以说 什么你看不开呢 对不对 什么你看不开呢 比较累啊 有苦苦 有坏苦 有贤苦 欲界就是上道六余界天下道 十八成第一 我们这个人间呢 欲就是有饮食之意 有男女之意 男女的欲就是淫欲啦 饮食之意就是贪欲啦 所以说欲界有苦苦 坏苦 贤苦 三种苦 我们现在三种苦通通具足 身脑病死 爱别的验证会 求不得五音赤身通通有 万法无常也有 刹那生命也有 生活在这个六道轮回的人啊 是很苦的 很苦的 我们同学们啊 要了解这个苦 我只能劝导 劝导 把欲望降到最低点 要把我们的智慧升华到最高点 这个就是佛 人道无求品质高 无欲则刚啊 你听过中国儒家的思想吗 人道无求品质高 无欲则刚 你不受欲望的牵制 你什么话都讲 就讲得很好 人道无求品质高 你一个人道无所求 你就是高高在上了 是吧 所以那个黑暗里面讲 我恋财 我这一点我绝对不承认 我哪里恋财 我不但不恋财 又把金钱尽量的布施 我为众生照顾金钱 是为了怕众生违背因果 对不对啊 这是十方的钱 总不能让他造业乱给人家 对 我这个人 从早餐吃一餐午餐晚餐就是这样子 我不敢说走来隔壁去买一包可口奶酥来吃 今天我连这包可口奶酥就不敢买了 我去外面的时候 在罗咪诈 在买减味冰 我以前很爱吃 我就不敢说去买一杯来酥了 看我多买了 真正的 真的呢 我这个人啊 对十方来的钱是精神的不得了 我都尽量给土地 这个比丘来建道场给他十万 那个来建道场给他十万 给他盖道场 完成他的道业 结果黑狠说 我是讨好比丘 恶业干太多了 你看 没有办法 这个众生 到底我在造业还是他在造业 所以说 我们要把这个欲望降到最低点 因此 我现在才几乎就这样 我这个人几乎不神奇说到过一个商店里买我喜欢吃的 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我去沃沃的时候 那时候 真爱吃土豆汤 我去北一包土豆汤 还有就是 很脆的 去到一间感觉吃的地方 你意味着说 今天我说 好多了 这一张你 请问我 关注我的 你听不懂 听不懂 干太多了 这是干太多了 多少钱 什么 怎么 这是干太多了 这 干太多了 干太多了 你干太多了 没有干太多了 你干太多了 我没有干太多了 所以说 考虑我感觉十几个人是感觉 暂时用我的 我一杯子这么多 两三百块 这么小杯 有啊 我老实说 我出国有没有一杯来喝 就这样啊 不出那杯杯什么 对不对 我没有去杯 什么酸酒 什么汽水的 破烂的 难口 我不用买这个啦 我怎么买这个 我也不用买什么 出现在要用什么呢 你说呢 说我恋财 这个一点都没有良心的人讲的话 一点都没有良心讲的话 我把这个讲堂一亿五千万 现在价值三亿六千万 我把它全部奉献出来 没有我个人的私人财产 到今天为止 所以我去黄代书那边办 黄代书说 哎呀 灰利法师 你这个精神啊 令人家敬佩啊 我们没有看过说 一个人身上几亿的人 一口气全部给大众 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啊 我去死方来死方去啊 死方来为了 是自私自利啊 所以说我我恋财的人这个人啊 最狠重的 要带奶精 但是他写得更离谱 他说我卖那个往生贝 恋财 那我问你 我这个贡献出来 这个一亿五千万 你说要卖多少往生贝 死多少人 我贪了这么多钱啊 神经病啊你啊 卖往生贝是恋财啊 那是幸中生旺贝 那也没有叫你一定要来买啊 对不对 那是你家死人你才来买啊 你不买也没有关系 而且怎么是恋财呢 你神经有问题啊 哎呀 所以说 讲到最后来就说 啊 师父不要跟他计较 不要跟他计较啊 安慰师父很厉害 他当时就 不要改变 我说你不是安慰我 国家在放不上的 怎么也好啊 你平常是你一直安慰我 师父不要跟他计较 你怎么改变 怎么也好啊 你不是一直安慰我吗 所以说你想想看 所以说你们同学们 你们是个无名小族 我替佛教做多少工作 对不对 我这样勤全力以赴的 牺牲我自己的时间 暴病上台 把多少的财产全部贡献出呢 还有人要攻击师父啊 那你一算老挤啊 所以你碰到一点逆境 你就说 人家师父就在用顶瓜手不免 多减啊 那才没那么艰苦 才没那么艰苦 对不对啊 我们这个牺牲自己 对吧 但我百年后的时候 我什么也带不去啊 对不对 我当然要照顾这个十方来的钱 难道随随便便拿给人家 是不是啊 念什么才啊 你有问题 真的 专门了 人不然又要这么艰苦 红包太小包 没有真艰苦 红包太小包 包两把 红包太小包 对 我台北 台北 像那个侯居士 他在开自助餐 第一次说他没效的 他就叫他去冠军船 说他冠军船 去打他的船子 他就没效忍 他就没效忍 他就拿船子拿来 不是我要来 是不得意 不是我要来 是没法度 我是疲惫来 不是我要来 我就没效忍就叫我来 我就没效忍就叫我来 我没效忍就叫我来 哪怕哪怕哪怕 他跟那个鬼说 不是要叫我 我就没效忍就叫我来 我没效忍就叫我来 要拍拍 这样怎么有红包 人怎么包一包 让他都知道 就没效忍就叫他来 就有点了 这鬼如果听着就说 就有点了 他就会想老心了 人家就没效 我就没效忍就叫我来 我就没效忍就叫我来 所以这个欲戒 总是很辛苦了 很辛苦了 社戒 是坏苦跟行苦 坏苦跟行苦 什么是坏苦呢 怎么是行苦 就是社戒的苦 社戒 因为没有欲 只有纯同男生 没有男女欲 他有定功 所以不必吃 所以是个社戒 有坏苦跟行苦 那么坏苦就是万法无常 因为他是用第六意识 暂停 暂服这个第六意识 无色戒也是一样 无色戒 虽然说定功很深啊 但是还是辛苦 辛苦啊 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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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受苦一起颠倒 劫苦忘作 复造苦因 家苦续苦 无忧以食 劫苦忘作 就是我们世间人 想要脱离这个痛苦 他去乱做 比如说黑道的老大 黑道的老大 他没有钱用 没有钱用很痛苦啊 很辛苦啊 他想要得到快乐 却是榨取这个人民的 善良人民的民子民膏 民子民膏 所以说他又造了恶业 想得到一点 这众生想得到一点钱 千六合彩 千到最后 连老婆都要卖了 读 听人家讲 哎呀 我以前来看 这几天孙总统 暂停板 你看看 我今天这几天贪几万 你看看 还是说 这个美国的华尔街股市 东京的股市 伦敦的股市 香港的股票市场 一月之间 怎么样 希望这个投资 可是呢 到最后呢 情急要荡产了 所以我们说 股票要有眼光 对不对 那你要解决这个痛苦的办法 你要相当的智慧 因为股票是国家的 所以 就是 就是我们佛弟子的做股票 是没有犯戒的 但是我并不鼓励你们做股票 做股票没有犯 绝对没有犯戒 因为这是国家的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结股要旺咒 要复造苦因 又重新造了这个恶业 比如说你想 你想要追求快乐 可是你的玩弄女人 一个玩弄一个 一个玩弄女人 你的玩弄人家的感情 一个玩弄一个 一个玩弄 你惹到最后 就被杀身之火 被杀身之火 你抢银行 也是劫苦妄造覆造苦因 加苦续苦 无忧意识 增加这些痛苦 继续这个痛苦 没有停止 无忧意识就是没有停止 乙就是止 无忧止是 没有停止的时候 那就是必须六道轮回 必须要六道轮回 而必须六道轮回 必须要受无量的痛苦 无量的痛苦 一如羊汤止飞 就像啊 我们这个底下的火在烧 而上面的锅子 热滚滚的锅子 可是啊 你在羊这个汤 希望它冷却 这可能吗 不可能 这永远不可能 那你要怎么样 才能解除这个热呢 要把底下的火怎么样 熄掉 底下的火就是造恶业的因呢 你一定要先熄掉这些造恶业的因 你才有办法脱离这个痛苦 简单讲的 世间的没有邪佛的 没有听到佛法的 一定是很凄惨的在过日子的 这我们敢保证的 没有一个可以过快乐的日子 绝对没有 不明事理 不误人间 不误人生 他哪里有办法快乐呢 我们出家人虽然没有什么欲望 可是啊 世界上最快乐的 应该是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 所以说 听到佛法的人 那个不小的不失了多少钱 不失了多少 救了多少的众生 你今生今世 你才能碰到正法的 正法的 这个黑汉里面讲说 我是魔王 魔王 劝每一个人念佛精进修行 求生极乐世界 这种魔王也不错啦 是善良的魔王 我从来没有叫你们去杀人去放火 我从来没有叫你们去造业 我尽心尽力的 去给我的徒弟先生 好好地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哎 他说我是魔 那我是魔的话 你们就是魔子魔孙 哎 魔子魔孙 当然了 这个是不可理议 不可理议 也没有什么好谈 反正他也不敢出来 他也不出来 也不敢出来 一个君子 你受到那么大的委屈 有人证有物证 应该站出来 法律自然给你一个公道 对不对 他写的受到那么大的委屈 这不是专稿黑函 已经收到第三封了 我都叫吴记事收起来 这个将来啊 我成道以后啊 这是一个历史尽头 对不对 你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个 大修行人 没有碰过这个哪 算是大修行人 我现在都有收起来 等到有一天 他那不为耍 那就要看我的 没有鬼火搞枪枪棍 到现在啊 能忍啊 事然清凉 就继续忍了 不要管他 不要管他 所以说这个 这个众生 他以为 证据是真的 事实上他不了解真相 证据可以创造的 有本人出来 他不晓得 是受谁的利用 来打击我 或许 这个如果不是外道的 写那一封信 看起来不像是外道的 对不对 那如果是佛门的 假设说今天 我的罪过有一分 那你搞乱了整个佛教 你这个因果啊 你这个富不起的 没有人敢造这个业的 可是如果是佛门的 为什么会互相残杀 也想不通 不晓得是谁 没有对象啊 对不对啊 如果是外道的 看起来他对我们这里的状况 非常了解 我认为 他在我们这个讲堂里面 有布这个眼线 真的 有布这个眼线 布这个眼线 不晓得是谁 本人没有神通 也不需要去查是谁 只是告诉诸位 如果我做错 我来付全权的因果 我来付全权的因果 我是真的那么坏 可是 是因为我这样子的一点事情 让你整个 因为台北都有打电话 台北都有收到啊 那个屏洞也有收到啊 都打电话来 哦 这样 气到普通 他说 让我知道了 抓起来跟他说死 怎么可以毁谤法师 你这样子 啊 换我安慰人家 喜怒喜怒 人没我我就安慰他 为什么喜怒 你没有对象 你生气没有用的 他不出来嘛 他是金刚护法 他是护持正法 我护持正法 有这样护持的啊 造成佛门的内乱 互相攻击 有这样护持法的啊 你这样怎么解决事情 你叫他出来 哪个人受委屈 我应付法力 跟一切的因果 你叫他出来讲嘛 对不对 这样才就是解决事情嘛 你到处放风声 写黑寒 人家一看就丢到垃圾的容器 你也产生不了作用嘛 我已经讲过 有什么事情我负责到底嘛 你怕什么呢 结果风声出来了 他说惠律法师跟黑道挂钩 他不敢出来作证 我看你这些空就好了 我这里啊 住了土地这么多 我从来没有什么黑道人来这里的啊 黑道的 难道不怕法力吗 有法力保护你吗 你出来啊 好好的谈嘛 对不对 应该我向你对不起你的 我跟你道歉 没有关系嘛 跟你道歉嘛 你好好的 大家冷静好好休息嘛 不可以再结恶言嘛 所以说啊 这么黑寒是很讨厌的 但是我相信这里面 是有专门来探听消息的 我敢相信百分之一百的 百分之一百的 大家怂碟 看看 他们看下一位看起来不象的是谁 真的不想的是谁 真的不想的是谁 所以我们是勿议 呼吁 你一替人打抱不平 你应该有所智慧 今天 如果说 如果说 我真的那么坏 我任凭你存事没有关系 你把人叫出来嘛 你误为那个是正经 那个是假的 可是他说明明那个是事 那你就叫他出来 就是说有堕胎 很简单 你就把医院找出来 有生产就把孩子找出来 很简单嘛 跑到美国 你也可以把住址电话 留给我跟他联络看看嘛 都是他写的 他写说 或许已经住在国外了 或许差死户中了 或许已经好几岁了 或许不在国内 或许不在国外 我都让你讲了 统统跟你讲完了 对不对 如果是你真正的护化 你这样最狠重的 这个不叫护化 这个是护化 你骂人家是谋 我看你是魔王 我还不至于 使整个妇教动乱的 他的意思就是要让全台湾神人 知道灰力法师有多么没有修行 多差劲 怎么样恋财 怎么样害众生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可是他不知道 这个外道的会介入的 对不对 这个外道会介入 人家看笑话 看把柄嘛 我虽然没有修行 可是我还为 固执整个佛教的大局啊 我还不至于这样 动乱整个佛教啊 可悲啊可怜 他这个护化 实在是无知 他被人利用 他不知道 他被人利用 他不知道啊 有很多人到心话上人那边去碰触我 说我强暴领众 我去跟心话上人见面啊 我说我 读大学到包括研究的时候 包括晚上做梦 我都不曾经去伤害过领众 不曾经动一个念头去想 想要去伤害任何一个领众 不要说我清醒的时候 对不对啊 那是说你请他出来 也不出来 他就躲在后面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凶木架就对了 你不晓得是谁在打的 你不知道 凶木架就对了 对不对 你让人家打 你不知道是谁啊 叫他出来 他不出来啊 他就黑暗到处去 说你有多话啊 那你没办法 就是啊 没办法 那么只有靠自己的理性 如果说 如果说 这个被人利用的人 有一天他有良心 他好好的再去查 把他查清楚 对不对 查清楚 因为他也查不清楚 为什么 因为去控诉的人 一定讲的 好 让他相信吗 除非大家正面来 正面来谈 这种情形已经不可能 所以佛教是大家的 护士正法 需要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来 来这个维持 那么如果是外道的成分 也有可能 这不是不可能 因为我在讲经说话里面 是为了振行整个佛教 对不对 我都是 邪正 分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可能 有伤及到外道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是 到今天 没有证据 没办法讲 是哪一个人搞的 最重要的 同学们 我们对师父 要有信心 知道吗 而且你们不能动摇 永远保持一个平淡 我会处理这件事情 我会处理这件事情 我相信 只有我们 装进自强 还有 处变不经啊 才能允许我们 整个佛教啊 如果我们今天 被打了这个 就自己就倒了 那就你们这个徒弟就麻烦了 对不对 我们不可以倒 所以 我在诸位啊 前面的发言 只要有 我有 有慧力 存在佛教的一天 我还是要叫佛教先生 你放心 好了 你们不管他怎么来了 我们很感谢他给我们这个机会磨练自己 没有考一百分的棘手 没有一百分的 很正常 很正常 本来就对你们不敢有什么奢望 我坐下的徒弟都是很烂的 所以这个司空见惯了 很习以为常 考一百分的棘手 那不错不错 大概一百二十几个 下个礼拜三啊 不是下个礼拜六啊 考第三奖表 第三奖表那么简单的啊 没有考一百分啊 对不起你八代的老祖宗 翻开大本的 十六页 大专佛学讲座 第四讲表 那是前半部是第四讲表 还有一个后半部的第四讲表 后半部的是资料方面的 前半部只有讲表 看中间有个试念处 第十六页 Open page 16 试念处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试意 观身不尽 是要去除我们的贪欲 表示对我们这个不尽的色身 有一种透视的能力 也可以在每一个时空的架构上 完成一种般若的智慧 了解自己 是求知的开始 透视自己 是觉悟的开端 所以啊 佛教讲的 是究竟之处 你要求知 你要认识自己 佛教不看表面的 要找到究竟处 才能达到究竟解脱 我们平常接得漂亮的 清净的 在这个地方你看 五不静观 种子不清净 就是父亲母邪啦 深处不清净 我们出生的母亲的不静的地方产生的 像不清净 生出来 那就是 不清净像 性 性就是说本来的意思 就是本来就是不清净的 性就是那种性质就是不清净 究竟讲来讲去都是不清净的身体 九想观 这个观呢 是要破除我们的欲的束缚 破除我们对人生的错觉 一种强烈的执着 意思就是说一个修行人 不可以在表面上 必须要深入观察 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啊 首先开始发青 发青 我们今天啊 人长得很漂亮 是因为我们有血色 等到我们一走了 大修行人死的时候 一个礼拜不会发臭 甚至四十九天 没有修行的人啊 今天死了 早上死了 下午两点就开始发臭了 那所以这个清啊 人死的时候开始发青 再来呢 就肿 就肿起来 开始要腐坏了 再来就血 就流出这个浓血出来了 再来就是坏 坏 就是慢慢慢慢的坏掉 浓 就是化为浓 浓血了 再来举 虫就开始出来了 虫慢慢的吃 这次到最后就散开来 散开来到最后就剩下骨头 如果还有一点不干净的 我们就烧一烧 就剩下两块八毛钱的化学元素 我们的身体价值两块八 所以我们九想观啊 用功一下 可以破除我们强烈的贪欲 贪欲 观受是苦 观苦受 观照这个乐受 观照这个舌受 就是我们的苦苦 坏苦 辛苦 所作皆苦 观心无常 观妄想心 牵留不住 虚妄不识 舍之不止 这个很重要 观心无常 观一切法无常 当你观受是苦的时候 所以这底下要写两个字 所以你要认命 生来这个世间就是要受苦的 没有你选择的余地 你也不能自杀 观心无常 所以要令心无所住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都不可得 那都是妄想 所以我们应该舍掉 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与其你现在的起心动念 要去执着它 不如空掉它 空掉它 观法无我 观这个世法是世大的假和 心法是世运的积极 修我空观 我们这个世法是地水火风所构成的 心法是受想行事所构成的 所以修这个我空观 再来看第十七页 在沙坡的旁边写两个字 叫做康仁 一个图在一个圣 那个康仁 那就是忍受的仁 说佛世界的翻译 中文叫做康仁 就是很忍耐了 还可以忍呢 要忍耐了 照业照得太重了 所以跑到这个地方来 没有快乐可言 苦苦三界的分段生死 已经是很苦了 就像我们这个身体 欲界的出着的这个色身 就很痛苦了 那么 外面的苦 再加进去 那就是苦报就更重 所以老子说 无有大患 唯无有生 我们有一个大的祸患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 我们有这个身体就麻烦了 一出生就是要饿 吃 长大了 追求这个欲 尤其这个贪念去不掉 贪钱啊 贪色啊 贪财 贪名啊 这个贪很难破掉的 想尽了一切办法 哪一切的办法 都派不上用场 还是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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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释迦摩尼佛在佛仪教经里面讲 说修行人 欲来 欲避 欲望来的时候啊 用一种方法 那就是避开来 你用什么九想观啊 十想观 二十想观啊 都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只有一种有办法的 这个欲啊 是无始结以来的 充塞在你的无明 他这个欲活啊 都存在你的内在 这个境界一碰到啊 无明就现前 没有办法 所以啊 只有避开来 坏苦啊 重得社界的清净禅定之乐 去啊 或者是住啊 很自由 但是福报境啊 也会坏 还是堕落这个欲的痛苦 欲界的痛苦 叫坏苦 行苦呢 虽然得到无色纪定律 八万节 而没有这个色身之累 但是定中 还有维系的留住之苦 定中还有维系的 就是说 指第七意识的执着 第六意识的意识 维系的意识 辛苦 辛苦 底下 左右 啊 左边 虚伪无足 底下有一个世间 世间的左上角 有一个无常 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个世间呢 它就是无常的 没有永恒的 刹那变灭的 你在任何一个世间 你都要领受不幸的来临 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的 国度的左上角有个围吹 其实这个国家变来变去的 你打我 我打你 有时候变大有时候变小 再来 山河的奔裂 水灾 风灾 地震 国家也不安定 水灾 为翠 身体呢 有生跟死 所以说世间无常是苦 国度为翠也是苦 这个世神有生死还是苦 身体的底下是世大 是幻影 因为你造业嘛 你已经造业了 就产生这个世大的色神出来 无因是妄心 妄心怎么来的 因为你起祸嘛 祸的底下写两个字 就是烦恼的意思 人活在这个世界呢 有烦恼 所以你可以看到世间人 他一个人住在这里 他一定会说 我好无聊哦 没有人陪我讲话 他的心没有智慧 他也不知道找到内在的一种 剥热的智慧跟解脱的 无我的这种境界 所以他一定要借着外在 来支配他内心里面的空虚 所以平常人家定不住的 没有人他就嫌疑无聊 一场找个电影看啊 跳跳舞啊 对不对 没有人跟他讲话 他也烦恼 有人跟他讲话 他脾气又大 两三计划就要干架 人家又不跟他讲 人家又不跟他讲 又认为人家看不起他 这个人是一个很麻烦的动物了 这么做都不对 这么活也不正确 我现在啊 我体会到一点 如果我们年纪长得越大的时候 修持了一阵子 我们就会感受 一切的照做都是虚妄的 不如老生坐在沙发上啊 把两眼睛一蹦 闭起来 你就会发现 天下本来很太平嘛 对不对 所有的四四灰灰 所有的 指责控告伤害 所有的快乐 享乐 你会发现 会随着你眼睛闭开来 当你发现内心里面那一部分 般若智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人本来可以活得很快乐的 我现在真的体会到这一点 可以活得很快乐的 可是我们就活得很烦恼 很烦恼 我们啊 活得快乐的人啊 他内心里面就充满着安详 不过人呢 是有欲的 所以他有一种先天性的推动力 会烦恼 比如说饮食之欲 你做久了你不吃东西 你烦恼 肚子饿 这个饮食之欲 男女之欲 一个人呢 结果婚了 久了 他一个礼拜不在一起了 十天二十天了 这个欲又有很强烈的一种冲动性 除非天道的众生来 天道的众生来 他对这个欲就很淡薄 很淡薄 如果是佛道来的人啊 他生生是有修行 他在一起 他马上悟到 马上悟到 这是苦的束缚 无常的 他虽然有结婚了 可是因为结婚才听到佛法嘛 没办法 惠里法师又不早出现了 害我们结婚 进嘴梁咙把责任推给我了 给他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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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 所以这两个就是说 无死结以来的这个 发自内在里面的冲动力 这个就没有办法 很难说要善意调伏自己 善意调伏自己 不容易哦 不容易哦 其实世大幻影 无因是妄心的起祸昭夜 苦空无我 再来看无因 喝色开心 阿比拿起来 就是少讲色法 色法本来是世大嘛 就讲一个色字代表 开心 就是把这个心法 变成讲四个角度 就是合色开心 有的人看着经典 看不懂 开心 难道operate operate是什么 开刀是吧 开刀 开心的意思就是 多讲心法 少讲色法 开色核心 就是多讲色法 少讲心法 所以合色为一 所以色人生五根为内色 世界的六层为外色 是吧 那么 合色为一 把地水火风 当作是一 看右下角 四大合合是什么 地水火风 地就是坚硬的 就是我们所讲的固体 水呢 就是嫩湿 就是我们的尿意 唾液 精液 眼泪 这些 液体 活呢 就是我们的温暖 热体 热度 风 风 就是我们的轻动 就是我们的呼吸气体 地就是尖水 就是湿火 就是暖 风 就是冻 尖湿暖 动 好正四大 开心为室 开心为室 寿 灵那名叫做寿 眼耳鼻舌身 这是五室 灵外现前的五层 十则 十则八四个要受 八四个要受 但是前五四的受的力量比较强 就这样 嗯